动物的叫声有多奇葩 有的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在我们的印象中 猎豹是一种狂奔在草原上的捕食者 它们的速度很快 可以轻而易举地追上猎物 于是在一些人的下意识认知里 猎豹的叫声就算不像狮子那样威武 至少也是个让人听到后 心里产生恐怖的声音 但其实很多人对猎豹的误解很深 它们的叫声实际上是这样的 作为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猎豹的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110公里以上 如果让博尔特和猎豹比赛 即使猎豹让博尔特50米 最终也是猎豹获得胜利 不过有得就有失 在将速度发挥到极致的情况下 猎豹的耐力就会很差 这就导致猎豹在捕食猎物的时候 最多可以追逐对方一分钟 如果长时间的处于高速奔跑状态下 猎豹的心脏无法承受这种压力 最终可能会导致猎豹死亡 并且在猎豹成功捕捉到食物后 它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恢复体力 这个过程往往会持续半个小时以上 在这期间猎豹只能看着自己面前的食物 而在非洲草原上处处都充满了捕食者和危险 像是斑猎狗等动物 就瞧准了猎豹这种弱点 经常从豹口夺食 而面对这种现象 猎豹也只能自认倒霉 还有一点就是猎豹虽然名字中带有豹字 但它和花豹不同的是 猎豹属于猫亚克动物 而花豹属于豹亚克动物 说完了猎豹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海豹的叫声 作为一个孤勇者 海豹圆滚滚的身材 让很多网友都想要亲自上手RA一下 尤其是他们拍肚皮的声音 真的我都想去拍一下 但如果你听到海豹的叫声 可能会对他们的看法有所改观 是的 没听错 这个仿佛在骂人的声音 就是海豹发出来的 怎么说呢 还可以 就是有点暴听 说完了海豹和猎豹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 吐蕃鼠是怎么叫的 在你的印象中 吐蕃鼠是不是这么叫的 但其实 这可不是吐蕃鼠真正的声音 这才是它真正的声音 如果真有如此特别的咆哮声 吐蕃鼠也不会被吓得蜷缩在角落里了 作为松鼠客中体型最大的一种 吐蕃鼠的体长在50厘米左右 吐蕃鼠并不是它的学名 它真正的名字叫做汉塔 是一种生活在地下的动物 吐蕃鼠十分擅长挖洞 作为一种群居动物 它们会在岩石坡 或者棺木丛下面挖洞 同时 为了保护自己 它们还会将洞口用沙子堵住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来看 吐蕃鼠的叫声 是动物中较为复杂的一种声音 因为 在面对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情况以及不同的同类时 它们所发出的叫声都有所不同 比如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吐蕃鼠就会发出十分尖锐的叫声 如果在野外遇到吐蕃鼠时 千万不要随意触碰它们 因为 这种镊齿类动物的身上 会携带一些细菌 了解完吐蕃鼠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烤蕾的叫声 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宝 烤蕾每天 除了吃饭外 就是在树上睡觉和发呆 这主要是因为 烤蕾的主要食物为氨树叶 而氨树叶是有毒的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烤蕾只能通过睡觉来解毒 在我们看来 烤蕾浑身毛茸茸的 想必它们的叫声 也一定是软萌可爱的 但 如果这么想 就大错特错了 烤蕾真实的叫声 其实 是这样的 这听上去 似乎和尔师兄 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粗犷的叫声 让我们似乎没有办法 正视烤蕾软萌的外表了 作为澳大利亚 土生土长的动物之一 烤蕾也是有带动物的一员 小烤蕾在出生后 会在妈妈的袋子里生活 等到六个月之后 烤蕾宝宝就可以吃氨树叶了 不过 因为它们的消化系统比较差 烤蕾妈妈的蟹直枪 会排出消化过的氨树叶 喂给烤蕾宝宝 这也就是烤蕾宝宝 吃妈妈粪便的原因 作为美国国鸟 白头海雕 外表霸气威武 身为猛琴中的一员 自身的战斗力 也是不容小觑 白头海雕 成年后 体长可达一米 一盏达到两米多 经常出现在各种电影中 在空中翱翔时的姿态 无意不再展现着 自己威猛的身姿 但和白头海雕身姿 极为不符的是它的叫声 我们经常 在视频中听到的叫声 其实 是白头海雕的运用配音演员 它真正的叫声 其实是这样的 听到这声音后 白头海雕 原本高傲的形象 瞬间 在人们心里 降低了不少 而这个经常给白头海雕 配音的声优 名字 叫做红尾狂 除了叫声 像个铁憨憨 英英怪之外 白头海雕的走路姿势 也很滑稽 由于爪子太长 导致它们 在走路的时候 要小心翼翼 再搭配上 它们的浓密的毛裤 怎么看 怎么像是一个小老头 鬼鬼祟祟的样子 总感觉 是要去偷什么东西 了解完白头海雕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我国的国宝 大熊猫 它们的叫声 是怎么样的 作为给国家 正航母的滚滚 熊猫可爱软猛的外表 吸引了全世界 无数猫粉的喜爱 不过 熊猫的外表再可爱 它们也是熊科 想想我们认知中的 西伯利亚大仓鼠 它们的叫声 沉重威猛 相比我们的国宝 叫声 应该可以和它们 不相上下 但可惜的是 和它们软猛的外表一样 熊猫的叫声 也十分可爱 当它们开心的时候 就会发出像羊羊的咩咩叫 就比如这样 更多的时候 熊猫们会集体化身婴婴怪 当然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还会发出 如同杀猪和狗叫的声音 就比如 在韩国的福堡 不小心 被卡到树中间后 焦急地发出了狗叫声 和杀猪般的嘶吼声 仿佛再说 饲养员爷爷 快来救我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